Coco早餐 时间是8点19分49秒 我是周一寇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今天是2月3号距离18号呢 已经只剩15天了 那在明年呢 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投资的概念呢 网络基因成为险学 不仅是投资吧 大概在任何状态之下 都是如此 请教其以 Coco姐各位听众 早安大家好 好的 网络基因成为险学 意思是要赚钱要想到网络 可是要选举要想到网络 干什么都要想到网络 做廣告也要想到网络 对不对 其实现在很多 不管政治经济就这样 包括电影也是 其实我最近在观察 我又看了一次 说去年底 有时候电影叫太平伦 大卡司大制作 票很差 其实就是过去 我在提到的说 过去这种旧思维 要改变 过去我就靠很多的 这个所谓大卡司 那我就把钱堆出来 请到最有名的导演 请最有名的演员来演 可是当你的题材 当你的这些所谓导演 当你的思考逻辑 不是没有网络的基因 什么叫网络基因 你的电影不会被在网络上 被讨论 不会被这些网民 所传播 所复制 所讨论的话 其实电影通常 情况都不会太好 像票网都不会太好 像很多的 反而像很多小品的电影 可能是 我们对中国来讲 好像这样 很有名的 在台湾比较了解 寒寒 或者这些 就是新世代 有网络基因的 所谓的导演们 他们导的电影 他们很容易在网络造势 创造网络的话题 对 反而又 你花不用花太多 这个电影的钱 不用花太多 嗯 他们票我们卖很好 所以 现在思考逻辑 就是这样 就是说 我也觉得这个 就像 所以很多人 时代不同 柯P也讲时代不同 相关要不同 所以这是我一个想法 那现在其实 回顾大家参谈 最近的一个 国际股市的一个变化 其实你可以发现说 过去大家期待的 原业行情 嗯 其实 台湾其实 老讲 台湾表现还算不错 你看美国 其实在去年 12月底的时候 它 它 创造冲指数 一度涨到 一度涨到 一万八千 一百多点 嗯 这几天 退到一万七千点 左右 大概 过去的 一月份 今天 行情里面 大概跌了一千点 嗯 那在这段过程 其实 我们在观察 就是说 从全球股市来 反而是像台湾 像东南亚 像菲律宾 菲律宾这个股票市场 最近一路在创新高 包括泰国 包括一些 整个 包括 印尼 新加坡 其实表现相对的好 嗯 那时候我在思考说 其实这段时间 呃 我们看到 欧洲也出现 有又 西来有一些问题啊 嗯 所以 宽松了货币的 不断的 这个退出来嘛 日本也是一样 中国大陆 前两天 公布的PMI指数 啊 它又跌破五十 嗯 简单来讲 这些国家 还在印钞票 救经济 可是美国已经 不印钞票了 对 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层次 现在经济 慢慢在复苏了 的情况之下 其实 其实一定要了解 美国今年会做什么 当大家还在印钞票 美国已经在做 经济战略 从下的铺鼠 所以 今年一定要注意 整个 美国人在 美国经济的战略 不是在亚太地区 嗯 从支持日本 慢慢让日本 扁着慢经济 下一个 一定是 在整个东南亚 TPP的 一个 所谓的推动 一个甚至成型 所以 我们 我们在看这种 这种情况之下 它所带动了 台湾经济的成长 所以说我一直觉得 这两年 我在看 这个所谓 自协股 实际上慢慢的 它会走出 自己一条路出来 那很多来讲说 当然最近在谈的 美元强势 那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美元 这个美元指数 涨到94点多 嗯 我认为美元 还是会继续再涨 因为这个 这段过程 我想这一段 呃 这几年 这个美元的强势 带到美国 美股的涨升 呃 其实一定很像 1995年到2000年 那一段时间的 美国的行情 嗯 那美国的行情 一定要了解说 虽然美元指数 这个在 最近的一个上升 美元的增值 很让很多人觉得说 美国的这个出口 嗯 会不会说 这个产业会出了 比较大的压力 嗯 但不要忘了 美国的 美国经济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 美国GDP里面 有七成是靠内需 嗯 第二个 美国很多品牌里面 呃 这个品牌的 呃 的公司里面 它没有工厂 它没有制造业 它没有 它是品牌经济以上 我们举几个例子 像苹果 嗯 它哪里有工厂 它没有太过 没工厂 像Nike 它没有工厂 嗯 它是个市场的 品牌的经营者嘛 嗯 当美元强势的时候 反而它对海外的采购 嗯 相对是好的 第二个 它的美元的增值 它对这个美国消费 是增加的 嗯 啊我我所以 这段时间 大家一定要记住说 我今年 美国所所代表 消费能力的成长 嗯 它一定是 很重要的 我们在投资上 很重要的逻辑 跟很重要的 参考的重要指标 一定不要忘了 嗯 所以 呃 这个下个阶段啊 我想 越南啊 嗯 还是大家可以注意 其实 在整个一个 美国是重要的 美国的制造中心 现在看起来 在东南亚东协国家 包括越南 很重要的一个是 的一个工厂 可能是在越南 那我一直提到说 台商啊 在东南亚东协国家 布局最深的 就在越南 嗯 当然很多人对越南 还是会有一些 呃疑虑啊 就像 这去年的年中的时候 那个 这个六七月的时候 越南不是出现一些暴动吗 嗯 大家会担心 但是我 我跟大家提到一点说 从历史的观点啊 一个专权 共产国家 过渡到 所谓的开放的社会里面 到一定的年 在一定的 段时间之后 通常社会出现 一次的一个 一个所谓大调整 动荡的调整 调整完 如果是 一个保 正向的一个调整的话 它会往比较好的方面成长 怎么说 其实又回到历史的角度 去想事情 1979年 中国改革开放啊 那的这个 那经过几年的一个 的一个变动成长之后 到1989年 出现六四命运 那出现六四命运 中国在这六四命运 出现一个新的调整之后 慢慢自己摸索出一条 经济的道路来走 好说政治的道路来走 嗯 我想 我想 去年的越南的一个 一个调整 我像 我相信 我的我的感觉 我的观察 可能也是这种类似的情况 当中 在越南来 改革开放 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那经济成长的 沉住的时候 它是社会上出现 一个所谓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 必须要到调整的地步 那开始出现调整之后 你如果说 在越南 或者是说 整个美国的 我讲越南后面 代表是美国的势力 认为说 如果说越南 还会继续往前走 那调整之后呢 它自然会形成一个 新的一个 社会的政治上 新的体系 重新再调整过来 那我来看 这几个月 包括越南政府的态度 包括越南政府 从新的在TPP谈判里面的 一个想法 我觉得 开始慢慢 这些会有新的一个变化出来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未来 整个一个 经济的结构 和调整之中 我想 在今年东西国家 在美国的 经济战略布局 会占有很大的地位 我记得这个秦宇 你是最早告诉我们说 这个美国已经复苏 这个从去年初就开始讲 现在确定了 所以美国的市场上的 这些重要的 这些产品 即使是传统产品 刚刚讲的 传统产品 它跟网络也有关 它跟这个科技 其实还是有关的 对不对 是 其实就很简单 我是说 现在的一个产品 你要加上一个 创意跟巧思 就是我们 我们举起很简单 其实 你看这几年 台湾很多的股票会大涨 就像我们开始看到 这个所谓的 我们只剩30秒了 自行车 它本来是交通工具 它变成健身的题材的时候 它不一样 还变成休闲的 也是身份的表征 不一样的 那你看到 这个诚意 你会简单行业 可是你发现 当诚意发展到 技能一出来的时候 它不一样 好 这个网络是基因 不仅是这个 商人是如此 我看每个行业 都是这样子 基因很早就觉悟了 所以基因很会投资 也很会赚钱 谢谢你 没有 我就是看着趋势 就只要看着 谢谢 这位观察者